徐曉星不愧是秘幻 现在是把婆家跟娘家一并都拉下水了吗 好 那早餐店是他自爆的啊 还是说难道他为了圆谎 因为刚刚阿淼不是说吗 早餐店是他一年都开嘛 那算一算一年的营业额有730万 那除了我们报税之外 为了要圆穿名牌衣服的谎 现在要讲出更多的话 还是说他可能是在碰烘呢 我要先这样讲 就是徐曉星现在的问题是人设整个崩解 今天每一个政治人物 你之前讲的话 现在讲的话你会被检视 我说这个我一点都不care 徐曉星身上穿什么 你只要有钱可以买 没有人会管你啦 你是什么形象嘛 现在重点是 清华哥刚才讲的 大家会傻眼啊 你怎么2018年跟2014年 2018跟2024 讲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 2018年他讲的讲法叫 我家没钱 所以推出竞选小物 我也没拿国民党半毛钱哦 我要打一场不一样的选战 剪头发 你把时会闻到他身上的油烟味啊 日子苦过来的 这是18年对不对 短短6年时间过去 现在大家认为说 你以前说家里是辛苦的嘛 家里辛苦了 你力增向油 可以有存款 买精品 没有问题啊 可是现阶段 他就跟你讲 没有 谁跟你讲 我家以前就很穷 谁跟你讲 早餐店就很穷 我说的是 我们家辛苦 一包一脚印 学生时期妈妈也爱买精品 平常也会跟妈妈 交换名牌包来背 这两边的想法差太多了吧 关键是 你为什么之前讲 跟现在讲的 完全不一样 再来 我说真的 徐晓芯 我是真的建议啦 如果以徐晓芯 如果冷静下来 处理这个叫危机 不应该处理成这样 所以是说他现在慌了吗 就是乱了嘛 慌了嘛 你今天每天一个新的爆料 你自己报你自己家的事情 今天开始大家在查税 日营业额两万 我们今天刚刚在录影前 刚好有一个 我们在场的一个导播大哥 他家是开早餐店的 两万很多耶 很多耶 早餐店的现身说法 当天一天日营业额 可以做一万以上 就算是生意好的早餐店 然后呢 月营业额 被他算出来算60万 年营业额变720万 再加上他自己再加码爆料 我们是365天全年无休 大家每个人一个个算 徐晓鑫自己讲耶 不是我们讲耶 他说连过年都在工作 不是你看这一间才三平大 里面刚刚亲王说的 才两个位置 顶多一两个位置吧 年日营收2万块 其实这算很厉害耶 所以举经你看 真叫我们讨论的空间 王举经觉得真叫碰碰嘛 不可能有2万 我的认识是没有 你讲2万就2万 那有没有相关的缴税的问题 开始大家会查 当然7年追溯期已经过了 可是观感有个问题嘛 所以今天这整件事情 哪一件是我们大家去挖的 你都你讲的 我今天讲到现在 这一部分 是徐晓鑫都你自己讲的耶 所以我真的觉得徐晓鑫 这个真的是闹 太闹了 我跟你讲 社会真正care了几件事 徐晓鑫跟大家讲清楚就好 第一个 我们回到本案好不好 诈骗案你有没有涉入 没涉入讲没涉入 第二个 你今天你的财产增加这么多 我怎么来的 跟大家讲 我有收入 我有通告费 我有薪水 我老公是严考会主委 讲清楚就好 再来 你有没有滥用特权 施压台北富邦银行 讲清楚就好 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每天讲的都不一样 变来变去 从一开始 那个杜姓男子 后来变成是 原来杜姓男子就是自己姐夫 然后都后来推给民进党 就所有的这一千串 全部都是你烧的 有没有可能 他想要这个转移交点 一个不小心意外开了太多地图炮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许晓芯这件事情 掺杂太多个人情绪 太多个人情绪 为什么 他今天会讲说 没笔账我都记了 我从来不宽宏大量 这个是威胁所有监督他的人 以前他在杀别人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举经理 你讲的是对的 他太 这个掺杂太多 我觉得这两个人情绪 然后也有点慌乱 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阿妙啦 没代表一把人家衣服给讲出来干嘛 害人家现在那么慌乱 我们要请教一下在笔记本里面的阿妙 阿妙怎么办 你在笔记本里面 好重点来了 许晓芯也PO出一个对话记录 那这几天也变成焦点了 这是婆婆跟行员的对话记录 那大家就说百思不得其解 里面公布婆婆跟台北富帮屏东分行的放款人员对话记录 前面还有通话语音5分17秒钟 里面写着说你是富邦银行贷款给奖心词的专员吗 这个奖心词就是这个许晓芯的婆婆 一般我们打LINE 其实不太会这样子回答的 应该是说 嗨谁谁谁 你记得我吗 我是那个谁谁谁 跟你做这个屏东房子借款的 你记不记得 怎么会这么自私化 他心里如意的感觉呢 这个刚刚讲到笔记本 巧鑫说他一笔一笔都记下来 所以我非常相信 不只是我在座的你各位 应该也都记在他笔记本里面 你说好的还是坏的 我不知道他那笔记本里面详细 但因为他每个人都会记得很清楚 包括现在在看节目的你 还有留言的网友 你们也都被巧鑫记下来 他很多千千万万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说 他有几笔杖是记不清楚 首先那笔一百万的账 他一直记不清楚 对不对 就像借卫生子一样 没有再还 没有记 为什么这一百万的账这么重要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精品只是案外案 案子的本身是因为牵涉到一家 他大姑跟姐夫的诈骗公司 这间诈骗公司 她说婆婆先前有给他们钱 然后自己是因为婆婆有给他们钱 婆婆利息夹不过来 她帮忙处理利息 所以才有这一百万的事 那这一百万的事 现在大家在问 说一开始你那个所谓的利息 怎么可能那么高 因为一开始他说两千 两千就一百的利息 还是房贷 这个不可能 我们现场有财新专家 现在房贷哪是这个利率 而且如果是房贷 还有宽限期 怎么会说一下子就一百万还不出来 需要你徐晓鑫来出手 如果真的一百万利息钱欠了 你房子搞不好早就被人家查封 法掰了嘛 所以现在徐晓鑫 他这笔账记不清楚 他改用截图嘛 这个截图里面 现在大家就在问 怎么会说好像是在训问一样 蒋新词问说 你认识徐晓鑫吗 不认识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机关 有哪里有机关 全国怎么会有人不认识徐晓鑫 这个很奇怪嘛 所以你会觉得这是设计罪话 如果有人问说 你认识赖清德吗 一般人都会说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应该是这样子嘛 下面再继续询问 你由他 他就是指徐晓鑫立委 有以电话或本人施压 来跟你这个银行贷款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也让我想起一件往事啊 当时呢 这个以前许晓鑫 在做我们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他曾经在路边被警察要开单嘛 结果他就过去 拉下口罩 我是许晓鑫 这是我的车 那你说这警察认不认识许晓鑫 接下来 这个旁边 他跟他老公 你看他老公又有戏份 他跟老公出来 这个不是一般都是先劝导吗 我们马上就要走啦 怎么样 讲了一堆 后来这警察都说 好 你们走吧 你们赶快走 你们走吧 如果那个时候 他传LINE给警察说 有没有人跟你施压 我相信那个警察 也会说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那个警察后来被寄身件 对 OK 所以呢 来 就有人评论啦 这笔要记清楚 我要记林亮君的 不要记成我的 这笔要记清楚 笔记本又多一个 林亮君说 这是胖虎问大雄说 我会不会欺负你 大雄说 没有没有 没有 你都没有欺负我 就是我们回去讲的事件的翻版嘛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还先通话五分十七秒 而且这是今天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天是这样子的话 让我们想到什么 好像录政论节目的时候 有时候制作人会跟你对题目 你好好讲 然后呢 先讲徐晓鑫啊 后来之后我们讨论一下 傅昆奇要去中国 好好好 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下资料来上节目嘛 好像是说要发通告给这个专员啦 先跟你讲一下说 我等一下要问你什么 你大概会怎么讲 可是这感觉起来是 你看非常简洁有力耶 感觉起来好像是这个话 都有对号入座的感觉 傅昆奇要自己po出了 这个行员跟婆婆之间的对话 结果现在糟糕了 一发不可收拾 很多人说 那前面是不是串供呢 结果好啦 我朗东也真的是蛮坏的 他也在上面照样照句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是国际帅哥选拔大赛的负责人吗 是 我是不是一个人去参加 国际帅哥大赛获得亚军 是 你认识前任帅哥大赛冠军 李正浩浩浩吗 不认识 完全没有 没有 以本人参赛者帅度为主 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 因为我觉得羞汗嘛